在英超第36輪車路士對阿仙奴當中 阿仙奴唯一一個入球來自佐珍奴的回傳失誤 令卡帕雖然在白界線前面飛身撲走皮球 但仍然被史密夫露射入 有不少球迷問回傳用手不是應該判間接自由球嗎? 為何沒有吹到? 又問卡帕有沒有犯DOTSO等等? 今集球禮分析就跟大家詳細研究一下 事緣上半場大約15分鐘 車路士在後場組織阿仙奴進行前場迫搶 當Soma傳給佐珍奴 而佐珍奴橫顧四周發現被敵人包圍 想回傳給卡帕 但傳球前竟然沒有留意卡帕已經站出來迎球 佐珍奴直接向球門回傳 卡帕見到只能用手勉強在白界線前將皮球拍走 然後奧巴美揚撿到球再傳給史密夫露射入 第一首先看看卡帕用手接隊友的回傳 犯了甚麼球例 根據球例第12章犯規及不檢行為 第二部分間接自由球 如守門員在幾方點球區域內觸犯下列任何一項犯規 判對方得一間接自由球 其中有一點就是 用手手臂接觸從下列情況交回的皮球屬於犯規 但如守門員明顯將皮球踢走 或意圖將皮球踢走繼續比賽後 才用手手臂接觸到皮球則屬例外 從隊友蓄意用腳踢回傳皮球 直接從隊友摘入界外球 在今次這個情況 佐珍奴明顯有意識地要回傳給卡帕 他是見到自己被包圍而回傳 所以絕對蓄意用腳回傳 並非不小心攔到球彈給卡帕 所以只要卡帕有意用手接觸皮球 不管是甚麼理由 都等於犯規 需要判阿仙奴只有一個間接自由球 所以假設球證直接吹罰暫停比賽 由於犯規地點非常接近白界線 間接自由球是不是在白界線上開呢? 根據球例第13章自由球 第二部分程序 所有自由球必須在犯規地點開出 除了攻方在對方球門區域內 獲得之間接自由球 必須在最接近犯規地點 與球門線平衡的球門區域界線上的位置開出 在這個情況間接自由球開出的地點 將會是卡帕接觸皮球那一點 垂直拉出去小禁區頂 在那個位置開 車路士的人長就需要站在球門線上 不過這球的重點是 當卡帕拍出皮球後 Obameyang立即在小禁區附近 奪得皮球 這個情況下有沒有得益呢? 間接自由球有沒有得益呢? 在球例第5章裁判員第三部分 權力和職責 得益 如果不判罰犯規對被侵犯球隊更有利時 裁判員應容許比賽繼續 或如果裁判員預期得益 不會於數秒內出現時 應判罰原本的犯規 這裡中文翻譯是被侵犯球隊 不是關於球員被侵犯 是只獲得罰球球隊 英文是long offending team 這裡中文翻譯可能有點誤會 要講清楚 所以Obameyang奪得控球權 而且在小禁區附近 明顯對阿仙奴有利 球證可以容許比賽繼續 除非Obameyang不拿 有得球漏走 他明顯表示不要這個advantage 但只要他一拿 而球證給了得益 即使他射失 或傳給史密夫露射失 都不會吹回頭 因為得益已經給了你 是你自己或你的隊友把握不到 絕對不會因為射不入 而吹回卡帕的回傳用手 除非他拍之後你拿不到球 因為AV真的沒有了 但如果你真的拿了球 真的起腳射門 或者傳出來 那就不會給你了 所以整個過程由佐真奴回傳 到卡帕用手拍出 到Obameyang拿球 球證給得益 再到史密夫露射入 是合乎程序的 整個過程並沒有問題 不過亦有球迷問到 卡帕這下回傳用手拍球 都叫做犯規 算不算Dokso? 算不算破壞對方入球機會? 因為球真的入龍門 真的會入 算不算一個入球機會? 這個問題有點tricky 我們仔細看看Dokso球例 球例第12章 犯規的不檢行為破壞入球或明顯入球機會 當一名球員觸犯手球犯規 引致破壞對方一個入球或明顯入球機會 無論犯規發生在哪個位置 該名犯規球員應被紅牌驅逐離場 首先他拍在自己禁區 就一定不會犯手球 我們再看下去 當一名球員於幾方點球區域內 侵犯對方球員 引致破壞對方一個入球機會時 裁判原因配罰點球與對方 原來球例有說明 犯Dokso要球員侵犯對方球員為前提才成立 說明是球員與球員之間的犯規 而今次Kapa犯規只是一個間接自由球的犯規 之前球例分析都有說過 凡是間接自由球的犯規 都是關於違反球例上足球比賽的規例 例如越位、重足球、回傳用手、危險動作等等 與對方球員無接觸、無直接關係 所以在這個case Dokso並不適用 今集就很快解答了大家關於回傳用手的少少疑問 如果大家想知道甚麼球例 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好就有例子有影片 如果喜歡的記得CLSS 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要followFacebook IG 就可以看到理性分析更多不同的資訊 我們下集球例分析再見 字幕作為之後